歡迎收看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來我們看看昨天觀眾朋友都給我們留了什麼言 這個朋友他說 歐巴馬搭乘私人飛機前往環保會議 左派的虛偽好不掩飾 哈哈哈哈 真的好不掩飾耶 好環保哦 沒錯 你去見那個小女孩 對啊 那個小女孩就是她說什麼 她很環保 然後呢 做個帆船從什麼挪威還是Sweden那個地方來到紐約這個地方 結果她就是做Personal Jet飛回去的 然後跟她來的那三個人也都是分別做不同的Personal Jet回去的 就是四人飛機 對對對 所以說就是他們這些人的環保意義全部都是做給別人看的 這也太虛偽了 就是你你就已經說你來的時候我是坐帆船 你就知道這會成為一個大家關注的點 你明明就會知道有一大堆人會想要知道你要怎麼回去 哈哈哈哈 然後你還坐了私人飛機回去 對 他們的說法是就是你要進海關的話 坐帆船比較不方便 然後什麼之類的 那你要怎麼提倡大家的環保啊 我不知道耶 反正你還記不記得Project Veritas Expo CNN那個時候 然後他就說新冠肺炎之後 新冠肺炎 就是 really die down 然後接下來是什麼 就是climate change 就是climate crisis 就是氣候 那個氣候變遷這個東西 對 他一切就是為了要install fear in you 對他就讓你們害怕 你不要老說言語 你說言語我還要煩 就聖經上面都有講嘛 啊 就是要敬畏神 那當你敬畏神的時候 你就不會害怕任何其他的東西 使徒死的時候 他們不怕死亡這個東西 他們不怕政府壓迫 然後不怕被這個世上的人逼迫 唯一懼怕的東西只有神而已 因為神是那個唯一能把身體跟靈魂都嚇到地獄 對 而且 懼怕神是一個可以幫助你變得更好的一個事情 但只懼怕其他的東西不會 你只會被他嚇住 他會用各種東西來恐嚇你 然後讓你沒有辦法跟神是親戀 對 我有一個朋友他就說 他當紀錄圖當了好多年了 然後他就說 我就是還是一直要看A片 然後我就是A片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Yan一直抽 他就很多壞事 他就是沒辦法去做這個事情 然後有一個那個牧師就問他說 那你是怎麼開始呢 他說就是我一群朋友啊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那個牧師就說 不用不用不用講了 我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就是你的朋友說 要不要來一抽一口啊 要不要看這個東西啊 要不要怎樣怎樣怎樣啊 然後你知道說是不可以的 你知道是不好的 你知道是對自己不OK的東西 但是他害怕他的朋友 多過於他害怕神 那個時候在他心裡 應該也沒有神的概念 對 當你害怕東西高過於神的時候 你就會害怕這個東西 你就會被控制 所以說為什麼說敬貴神 會讓你得到自由 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對 而且如果沒有神的話 你沒有理由去反過 雖然好像心裡覺得不應該這麼做 但是沒有一個exactly理由 就是我為什麼不做 對啊 就是好像抽煙 這是不應該做的事情 可是他們都在抽啊 然後我是害怕 可是他們給我 Everyone's doing it 對 就好像也沒什麼吧 然後A片 誰不看 大家都看A片 你看走在大街上 大人誰不看A片 對吧 他們就會想這個問題 那大家都看 我也可以看 沒有理由去阻止他們 不要做這個 對 所以說敬貴神是唯一一個可以阻擋Total fear的這個東西 然後歐巴馬還有這個氣候變遷的東西 就是一個一個新的新冠肺炎 讓你害怕的一個 下一個進程了 馬上就要來 所以大家不用怕 氣候變遷這東西已經換過好幾個名字了 對 全球冷卻 OK 小冰河時期 這個在1900年的時候 再在這邊說的 然後呢 之後還有什麼 人口大爆炸 就是說人會多到沒有地方住 然後把整個地全部弄滿 然後擠到海邊 人多地球受不了 population bomb那本書 然後呢 食物短缺 就是說什麼 人會多到 然後沒有東西吃 會很可憐 然後全部人會開始吃自己的小孩 這都是出過書的 這都是經濟學家出出來的東西 我跟你講 所以這些什麼學家 就不需要聽他們在那邊講 這種東西 對 你的嘗試跟邏輯 比這些學家要強 對 然後溫室效應 greenhouse effect 也就是溫室效應 對 然後那個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 對 然後現在變成氣候變遷 就是他們的名字 只是一直改 但只是換湯骨 換掉一模一樣 反正就都是說 那個 因為氣候怎麼怎麼樣 對 所以造成了人口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問題 現在下面他們又要過來 還是這個東西啊 因為氣候怎麼怎麼樣了 所以我們要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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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壓迫人民的政策又要出來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得清楚是怎麼回事 因為天氣怎樣這樣這樣 所以你要聽我的 對 基本上就是這樣 然後你就想說 why 第二個呢 他來自Bruce Lee 李小龍啊 哎呦 李小龍就跟我們留言了 哇哦 他們從一開始就揚謀 重點是一堆人覺得是陰謀論 能說什麼 揚謀就說左派 那其實這些agenda 就是這些他們要做的事情 完全都毫不掩飾 其實他們真的毫不掩飾 我被他們毫不掩飾 這種爽朗的態度 我都有點被嚇到 我說 蛤 你要騙人的話 你最起碼不是要騙一騙嗎 沒有耶 他們剛說什麼都說什麼 但是不就是 最容易騙人的方法 就是你很有自信的 去講述一個謊話嗎 對 就好像說 什麼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類似於這樣的概念吧 就是我把它暴露在你面前 大家反而還不信 不可能 人家又真想騙你 人家都說說了 說了 這個真的就是一個 很誇張的一個東西 如果你說各位一直在看 我們新聞節目的話 你就知道說 他們基本上是毫無掩飾的 就像那個 Lowden County那個東西 嗯 那個 Rick Scott 在那個地方就是讀 Fairfax County Virginia School District的那個 課綱 讀出來 CRT就是在上面 還在他們網站上面 對 那你就 No No 就沒有啊沒有啊 之前像他們競選的時候 那個民主黨那個人 Terry McCullough 上節目說 沒有啊 他們一直說我們在教沒有啊 結果他不是前州長嗎 對 就在他上的那個時候 跨花那個東西就開始教 這個東西已經有十多年了 大概這個時間 對啊 然後我只是在討論一個東西 就是 CRT在加州一直有在被教 那 然後就像周本地這個樣子人 Arcadia還有這些 這些城市 San Gabriel Central City 對 這些城市的選民 把他們選出來 只因為華人投華人 這些就是一個 他們完全毫不掩飾的 華人投華人 各位可以想想看 這個說法是有多麼種族歧視 因為你投華人 就只是因為你的膚色而已 This is so racist 你這東西完全不能發生的東西 但是他們就是 這麼公開的講出來 而且也不是說種族歧視 你就好像老覺得說 這人跟你長得像 所以你倆的思想也像 完全不是一回事 如果大家要去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 這東北人跟台灣人 也不一定是想的東西都一模一樣 雖然我們看起來就挺像的 你說對老外來講 不說話的話 能看著你是台灣的 我是東北人 不可能啊 是 對啊 所以就是長什麼樣 一個家裡面 都能出來各種思想都不同的人 你千萬不要看說 那個周本利怎麼會黃皮膚 他就一定會為什麼 亞洲人民謀福利 我跟你講沒有這種事 而且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就千萬不要抱著一種心態說 哎呀這個人上了 會對我們中國人特別好 對 沒有 我跟你講千萬不要去要求 這種特殊的福利 就是讓他對你特殊的福利 做不到的 那都是騙你 框你的 這個人如果要是一個人能上去 他能公平的對待所有的大家 我覺得這就已經是最棒 對啊 我又想到另外一個人 就是Boston那個市長 新上任的Michelle Wu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還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都認識他 而且很多基督徒保守派 一直都在宣揚他的勝利 就他是一個大勝利 然後華裔站起來了 然後在波士頓怎麼怎麼 然後結果我本來看到很多 保守派的基督徒在轉嘛 我想說哦 好 我還聽說這個女生是基督徒 但是我沒有具體去查過 我聽說她是基督徒 我想說 如果要是一個保守派 一個基督徒 這樣當選了波士頓的市場 那證明波士頓人民覺悟了呀 後來一看 哎呦媽呀 這人根本一個超級大左派 你支持的東西 他全部都反對 對 他支持共產主義 對 OK他支持 Universal Basic Income 然後他支持 種族歧視 就是把白人跟黑人分 劃分出來 然後呢 福利也全部要給黑人 然後白人怎樣怎樣 他根本就 對 Yeah 你選一個人的時候 一定要選的是他的價值觀 還有他的人生的這個態度 還有一個 他離你的人生越遠越好的一個政治人物 不要說他來掌控所有的東西的一個政治人物 不要 而且不要說因為他是什麼人種 你就一定要選他 然後他們這個陰謀 這就是擺在眼前的 你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然後 對 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不能一錯再錯的一件事情 那包括到了明年這個七中選舉 我們也一定會給大家提供很多的信息啊 尤其我們是住在洛杉磯嘛 那洛杉磯這邊 華人比較側重的幾個區 我們一定是會報道 而且跟大家 講這些候選人的這些理念哈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到時候大家 多轉傳我們的視頻 然後包括像我們這邊39區 我們即將會有一個非常愛主的基督徒 秦振國 核桃市的市長哈 他會代表出來來選美國眾議院的這樣一個議員 到時候49區我們再去看 就是西區 這個Temple City啊 San Gabriel啊 KD啊這一片我們來看是誰的代表 但是周本利他一定要下台 千萬不能再選他 這傢伙還會出來再選 但是就是要讓他知道 你跟我們的理念不一樣 是為了當大官 你是為了來賺錢 你是為了來跟左派一起壓迫我們 對不起請你下去 你不會有工作 我們不要選你這樣的人 我們要選的是 願意為我們大家服務 真的願意聽我們聲音 知道老百姓想要的是什麼 這樣的人出來敢說實話的人 來我們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周本利一定要下台 來下一個朋友 百合花 我發現百合花這朋友特別有意思 他換頭像了你發現沒 他以前不是這個頭像的 他那個就是為了match他的名字 他換了一個百合花 哦是哦 對啊 你就這樣一看就很搭 好漂亮啊 好來我看看這百合花這朋友說什麼 他說我很困惑 既然年輕人打了疫苗 會出血栓或者心肌炎等等的問題 難道65歲以上的人打了就不會有這些問題了嗎 既然65歲以上的人身體比年輕人更弱 那打疫苗的反應不是應該更不好嗎 如何能救命呢 如果有糖尿病的老人打疫苗不是更危險嗎 說不定不打疫苗還不至於得新冠病毒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針對就是身體狀況來看吧 如果說你要是本身像有糖尿病 或者是比較嚴重的這種基礎疑問 那這個疫苗這個東西 我覺得也沒有人敢打吧 誰敢打 我覺得有糖尿病那些的話 你就是應該去打疫苗 為什麼 慢性病才去打疫苗 所以就是這樣的話是打了疫苗 比不打要來的好嗎 還是怎樣 你如果從statist 裡面看的話 的確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說為什麼年輕人會比較被攻擊 然後老人本來打了疫苗沒事 我也不知道 我說真的老人打了疫苗死了也不少 但是你不知道他是老死的 還是他是因為疫苗而死 或者是因為別的疾病引起 就是不知道準確死亡原因是什麼 對 那麼如果說你從 宏觀的角度來看 我們的那個Manky國好久沒出現了 他就是他說宏觀嘛對不對 從statist 以來看的話 加州跟佛州的得病人數 還有死亡人數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差最多的是什麼 就是加州是全美國最年輕的州 佛州是全美國最老的州 然後佛州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是把疫苗只給老人打 老人有優先權 他們只要65 超過65歲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打疫苗 然後你有什麼多的話 你就是可以去打疫苗的東西 加州最近看你 我不知道加州在幹嘛 一直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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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從這兩個看的話 你會知道說 佛州的管理是非常好的 因為如果說這個病毒是 專門攻擊65歲以上的老人 然後致死率這麼高的話 就是得到就死 得到就死 一開始的時候 像紐約就是死了一堆老人 就是因為他們本來身體情況 就已經很弱就已經很差 對 所以來一個病毒 哪怕你可能來一個感冒 來一個流感也會把他們打垮這樣 對對對 那德州的這個方法 的確就是救了很多很多的人 那加州這個地方 就是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紐約那邊 就是一開始說什麼 黑人要先打 然後什麼什麼 沒有在看年齡的這個東西 就死了一堆人 所以說 疫苗對老人是不是特別有效 我不能說 但是以一個 statistic來看的話 的確是很有效 那疫苗對年輕人是不是特別危險 statistic來講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危險 因為死的人的數字其實並不是很多 你一天接種一百萬隻 但是你死的人可能就是幾十個這個樣子 所以說 那也幾萬 也啊 但是你的致死率 你的致癒率絕對不是0.0 所以就是對我們來講打疫苗是更不划算的 因為就像我們可能得到病毒之後 沒什麼事 對 躺了一個禮拜 倆禮拜了 你就出來了 就沒什麼事 跟個感冒發燒一樣 但是打了疫苗之後 有可能會致死 那我得了病 我不會死 我打了疫苗我會死 那我為啥要去打疫苗 對不對 啊 所以說大概這樣 可能是對老年人這個概念有點不一樣 但是其實我也我也不知道了 因為我認識的老年人裡面 有年紀很大的 人家也選擇不打疫苗 人家 但是人家信主信得非常好 你知道嗎 每天健健康康 讀聖經唱食歌 神保守他 開開心心 人家啥事沒有 不怕 但是有些人他就覺得說 疫苗是神給的禮物 是覺得神給的禮物 那他們就是出一針打一針 出一針打一針 也都是老年人 人家都沒啥事 所以看來這個事 最重要的就是信不信主 對 我覺得最主導的就是一個 你害不害怕 你害不害怕這個病毒 還有害怕 害不害怕這個疫苗 嗯 你如果說你要活在一個 害怕之下的話 那你什麼都不用做 你天天待在家裡就好了 你本來就不要工作 你本來就不能 你就待在家裡安全 好不好 我跟你講 那抑鬱任何都給你打垮了 對 但是 這是神要我們活的方式嗎 神要我們活的豐盛 神要我們活的更像人 神要我們出去傳譜 神要我們去做 我們該做的事情 然後要做好事 那麼 疫苗還有病毒這個東西 不應該來去阻止你去做 這些神要我們做的事情 對 所以說你要活出你的生命 然後你要活得 讓你生命活得更豐盛 而不是說去害怕說 疫苗好不好 然後病毒好不好 還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說這個東西 其實 疫苗跟病毒 不是我們應該考慮的東西 我們應該要考慮是 我們要如何活得更豐盛 對 那像老人到底要不要打疫苗 說這件事情 如果各位要是基督俗的話 就禱告去問神 你問了神說這個東西 應該怎麼辦 因為說實話 這好像是很多個例發生 很難衡量 就是很難拿一大批人來講了 就是什麼65以上的人 就必須要打 然後什麼什麼 就必須不要打 這個沒有辦法講 也不知道 所以就是大家根據自己的身體情況 然後橫切禱告去問神 就說 我打疫苗是對我比較好呢 還是我不打疫苗是比較好呢 或者是就跟神說 我就是不打疫苗了 神你就是我的疫苗 你就來看著我 我肯定就啥事都沒有 對 我怎麼樣的話 你要負責 那你要負責 然後耶穌就說 要負責回天家 就是最好的地方 感謝主啊 所以就是不管在天上 還是在地上 這都是我們每一天 都要活得更加豐盛 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嚇到我們 感謝主 好 也謝謝你 謝謝 謝謝我 咋子還有點不適應呢 我平時罵你 對 好那非常感謝我們電視機前的光臣魂 那我們說來說去呢 還是覺得說 在風暴之中 不管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最重要是有信心要有個依靠 對不對 那靠自己 靠不住啊 是不是你說靠你也不靠虎 你靠我也不行 神也不行 我們就只能靠神 那靠神咋辦呢 靠神得先認識神呢 神都說啥了 神怎麼跟我們說的 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就給大家推薦一個非常非常好看的 神奇傳播 為我們大家提供的 傳福音的小動畫片 實在太好看 每次看一遍不夠 看兩遍不夠 我剪片子還得再看一遍 所以鼓勵大家 那個一起來跟我們看接下來的 非常好看的傳福音的小動畫片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拜拜 我是佛麗莎 我是伊藤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 拜拜 但是我覺得 要信也要信中國人自己的教啊 不好去信一個洋教啊 那你的意思是 中國人應該信佛教才對咯 不是嗎 可是佛教原來是印度人信的 哦 對呀 如果是真理的話 應該是放諸四海接準的 就像英國人牛頓發現的萬有有利 全世界都接受 美國人富蘭克林發現的電 你要不要用啊 嗯 電燈 汽車 飛機 當年都是美國人發明的 我們現在離得開這些嗎 這個 再講個嚴重呢 我們得了盲腸炎 能不靠西醫的開導手術活命嗎 沒辦法呀 有些病只有西醫才能治得好啊 不過這些都是科學 我們現在在講信仰啊 沒錯 不過科學與信仰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講求的是真理 不受民族地域情感的糾結 嗯 您說的有些道理 你學成的這陣子 等會好嗎 呃 發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